新城相公所18号上午办理布农族设计 以布农族大会舞蹈登场 而接续还有布农族吟唱鼓调歌谣 以及布农族的妇女还有青少年们也舞出快乐舞 而活动中也邀请了多元的族群来参与表演 新城相公所18号上午在北部部 就会所办理布农族设计 这次计在传统业务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活泼 现有布农族人儿所能详的布农大会舞开场 接续布农族临唱鼓调歌谣 布农族妇女以及青少年舞出快乐舞 将来和代表老师他相当重视布农族的文化 呈现出来可以说是相当原汁原味 金明兄 金明族长 在担任族长以来成先起后 不只对过去的族长交办事项都能够依然给他完成 而且对于族人的各项文化的推动不予一力 我们给金明鼓掌 好不好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特别有精神 我对金明已经认识40年了 跟他已经认识40年了 在部队的时候再跟他认识他这个市馆长 对地方的事务非常非常的熟悉 尤其自爱自己族人 对于族人的各项文化传承的推动 可以说步道都对他非常的正同 现在下面代表主席陈迅文也向主门致意 今天来的不只是有小朋友 很多中年人老人家也都来参加 我们的文化是传承下去的 而且不管是哪一组 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来帮忙 大家在这个参加活动当中 可以更热络每一组的一个感情情感的交流 现在可以代表是本乡办理这次的文化季 可将布农精神文化传承下去 并可以活络布农族的情感 创临彼此之间的联谊 凝聚新城乡多元族群 在新城乡我们都是一家人 将来和特别老师 希望今年在外县市工作 就学的布农族人们 每年能够一群岁死记忆放假日 预留放假期程 回到自己的部落 参与布农族设计的文化盛事 记者金鸿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